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防网易新闻首页的课程 上一节课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如何实现一个可以无线滚动的scroll wheel 然后这节课呢,我们还是继续与这个scroll wheel为基础 然后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实现网易新闻客户端首页顶部的那个segment control 现在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实现的东西 OK,我把手机投到电脑上 这节课我们要实现什么呢 这节课我们就要实现顶部的这个可以滚动的segment control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然后我可以每一个title都可以点击 今天我们就来实现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还是打开之前的工程 这节课我们还是要实现一个自定义的空间封装 所以呢我们还是新建一个以 以UI wheel为负类的wheel 然后我们起名叫就叫title segment吧 然后我们以这个为基础来实现我们的代码 OK,首先呢我们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数据源 然后这个数据源是用来装我们的显示在顶部的那些title的,所以呢我们名字就叫做title array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它的类型是一个,是一个array的类型 然后array里面放的是Screen类型的数据 OK,然后呢我们设置它完了以后呢还是会掉一个我们上节课讲到的 这个site的方法 OK,现在我们就有了数据源 然后呢我们的UI wheel还需要两个init函数 一个是init with frame 还有一个是init with coder这两个函数 这都是必须的 然后我们需要在前面加上overread的关键字 这样告诉编译器我们这个方法是复写了复类的 可以避免出错 这个应该是required OK,这样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应该是开始初始化我们的页面 既然是需要滚动的,那我们首先需要一个scroll wheel 然后我们还是使用lazy的这个加载方法 这个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也已经讲过了 然后我们一个scroll wheel 然后它是unscroll wheel的类型 然后在里边我们可以 然后我们再设置我们这个scroll wheel的一些属性 首先我们先隐藏它的横向的滚动条 然后呢我们为了看的方便 我们应该再设置一下它的背景颜色 一会先给大家看效果 到时候我们会把背景颜色改成它应该有的颜色 随便设置吧 我们随便设置吧 设置个红颜色先 现在设置了这两个 看一下提示 我们这里还少一个等号 ok这样我们这个输出化方法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在init方法里面调用一下 然后我们在init方法里面调用我们的scroll wheel 首先我们先设置它的frame 然后宽度应该是跟我们当前self的frame是一样的 然后高度也是跟我们当前的will一样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scroll wheel加到我们的子负类上面 ok这样我们就完成了scroll wheel的初始化 然后我们再调一下负类的init方法 ok这样我们的初始化方法就ok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不用管的 估计是错爆了 然后呢我们还是跟我们之前的方法一样 我们需要一个create subwill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之前呢我们起了个什么名 create image wheels ok那我们这回就叫create 然后title wheels 然后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根据我们这个数据员的值 然后来初始化页面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个for循环 然后我们还是用我们的optionalbunding 我们要以这个title array的数量为基准 再继续的选择 ok 我们在这个for方法里面 for循环方法里面来写我们的代码 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从零开始 然后一直到count 然后我们在这写我们的初始化代码 既然我们的title是可以点击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用uibutton 所以我们这儿设置button 然后是初始化一个uibutton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设置uibutton的各种属性 然后我们来设置button的frame 首先我们要给button一个宽度 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直接写死一个宽度 然后呢第二种选择是根据strain的长度 然后来确定我们这个button的宽度 但是这个地方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直接写死了 然后我们写死一个40 然后在这儿我们继续设置button的frame 然后我们的横坐标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i 然后乘以我们的宽度 然后y是0宽度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默认宽度 然后高度是我们当前will的高度 ok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button的宽度 然后呢为了好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给它设置一个background color 然后这样方便我们看效果 嗯设置成绿的吧 ok 接下来呢我们给button设置title 我们还是使用optionalbunding 然后我们要从我们的titlearray里边拿出来数据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button的settitle方法 第一个参数设置title给它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一个uicontrolstates的枚举 我们设置成normal ok这样我们就大体上设置好了我们的这个scrollwheel 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上节课说到 因为这个方法是要被调用多次的 所以每次我们的这个array变动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把我们subwheel里面的subwheel先移除 也就是把我们这个scrollwheel里面的wheel先都移除了 呃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是叫没有问题啊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 ok这样就这个方法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在didset里面再调一下我们的create方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首页初始化一个我们这个封装好的 然后再大体看一下效果了 ok不好意思刚才又忘了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忘了吧 我们的这个添加到scrollwheel上面了 ok然后呢还有最后一步 我们还要设置scrollwheel的content of site 这个应该在上节课跟大家说过了对吧 大家一定还有印象 我们要设置一个cgsize的 然后呢它的宽度我们就是 首先我们的宽度 然后要乘以我们的count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而且count要加1 因为我们这个count是从0开始的 然后呢高度还是一样的 我们设置成我们self的高度 看一下报的什么错 哦对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用count 不应该用i ok这样我们就 我们的把这个 既然要用我们就定义到外边 看看还没有报错 ok这回就彻底好了 我们准备一下跑模拟器 然后看一下效果 然后为了效果明显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方再改宽一点 然后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已经提前为大家写好了 这一处置画的这一部分代码 然后我们再又加在 在那个wheelcontroller里面 又加了一个setDate的方法 然后呢这个方法专门用来 给我们这个页面设置画一些处置画数据 这个地方本来这些数据 其实应该是从网上拿回来的 但由于我们不知道网页新闻的接口 是用的什么接口 所以呢我们就暂时先这样写 然后呢给大家跑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已经有了一个我们这个 可以来回滚动的这个segment 然后其实这个每一个都是可以点击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写点击的回调实践 所以现在看不出效果 然后呢这节课就给大家讲了 如何先实现这样的一个wheel 下节课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绑定点击实践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是Winsky 感谢大家关注我的课程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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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